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7号否认共和党议员盖茨 曾经直接向他请求赦免 同时 近期面对性仇闻调查的盖茨 也继续筹集政治捐款 进行政治宣传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称 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的一份讨论报告显示 拜登政府可能会延续特朗普前政府的美墨边境墙计划 根据报道 马约卡斯提到 虽然拜登此前已经明确决定触发 美国国防部资金投入到边境墙修建计划的紧急情况已经结束 但是在需要翻修的边境墙区域和需要完成的特定项目区域 仍然保留了决策的空间 报告还称 美国对该项目的拨款适时可能也会促使拜登完成这一建造计划 根据美国相关的法案 当国会拨款给某个项目时 如若总统未提出撤销该项目的请求 该项目则必须完成 报告称 拜登尚未提交相关撤销请求 近日 南部边境无人陪伴移民儿童的数量不断攀升 导致边境设施过度拥挤 拜登政府本周在德州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设施附近 开设了一个新的紧急安置设施 卫生部难民安置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紧急收容转最大可能会容纳1500个床位 将为13到17岁的无人陪伴的青少年提供庇护 该设施于周二已经接收了375名儿童 难民安置办公室还表示 将在收容所内进行新冠测试排查 根据拜登政府提供的最新数据 目前有4231名儿童收留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而美国卫生公众服务部收留了15193名儿童 教育部于近日宣布将针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法规的改革 举行公开听证会以讨论学校应该如何处理性别歧视 针对跨性别学生的暴力以及性骚扰的案件 教育部尚未宣布听证会的时间表 但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分享更多的细节 该部门官员指出听证会将持续数天 包括一个线上举行的部分 拜登于上个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指示教育部审查其所有现行法规 命令和直男以确保他们符合政府的承诺 保证所有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 不受性暴力的威胁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拜登政府将为美国新冠肺炎死者 提供高达9000美元的葬礼费用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规定 美国公民非公民的美国国民 或者有资格的外国人 若能够出示该死者的死因 肯定或有可能与新冠病毒有关的证明文件 并于2020年1月20日后支付了丧葬费用 并且没有在其他项目中 获得类似的福利补贴 那么这个家庭就能获得 葬礼援助计划的支持 截至目前 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超过了55万6000人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国家卫生研究院于周三表示 正在进行对莫德纳和辉瑞 两个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过敏反应风险的中期研究 国家过敏和纯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 有报告称 有人在接种莫德纳和辉瑞新冠疫苗后 产生罕见的严重过敏反应 因此这项试验期间收集的信息 将有助于医生向高度过敏者提供风险和益处建议 根据疾控中心的说法 大多数疫苗过敏发生在接种后4小时内 症状包括寻麻疹 肿胀和气喘等 今年1月份疾控中心表示 每100万人接种人群中 有11.1人发生过敏反应 目前这项研究将招募3400名 年纪在18到69岁之间的成年人 其中大约60%的参与者 有严重过敏反应时 该试验的目标是了解注射后 90分钟内发生全身过敏反应的参与者比例 该机构预计将在今年夏天晚些时候 公布实验数据 根据柳叶刀精神病学医学杂志 近日发表的研究 在一项对23600名新冠感染患者 健康记录的观察性研究中发现 34%的新冠幸存者 在感染后6个月内被诊断出 患有精神或神经疾病 包括焦虑症 情绪失调 痴呆症和中风等 大部分参与研究的患者来自美国 其中最常见的是焦虑症和情绪失调 且与新冠肺炎的感染轻重程度无关 研究人员解释说 这更可能归因于生病或住院的经历 研究人员指出 与其他呼吸道疾病相比 新冠肺炎患者出现精神或神经疾病的可能性 比其他呼吸道感染患者高16% 比流感患者高44% 纽约市首量移动疫苗巴士近日在华人聚居的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启动 并将在此地停留三天 市长白思豪表示 移动疫苗巴士每天可以接种150-200剂强生疫苗 主要用于为该市重灾区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接种疫苗 首量在日落公园启动的疫苗巴士 首先将重点为餐厅员工和快递人员接种疫苗 巴士开放的第一周将优先为餐馆和外卖服务人员接种 白思豪还表示 市府总共设置了20辆移动疫苗巴士 并提供了会说多种语言的工作人员 疫苗巴士停留点会在未来几天陆续公布 遭到加州亚裔社区强烈反对的SB82减缀提案 在本周被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暂时搁置 亚裔社区呼吁一定要保持清醒 防止提案卷土重来 加州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 地区检察官代表指出 SB82提案内容会导致抢劫偷盗犯罪率上升 警方出警会增加27% 财政支出增加7900万美元 亚裔社区反对者表示 SB82提案规定 没有使用致命武器 且没有造成严重伤害的抢劫 都有重罪降为轻罪 是变相纵容犯罪 让亚裔老弱妇孺 更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有华裔强调 目前SB82提案只是暂时搁置 社区需要团结一心 继续向州参议院表达反对意见 让提案彻底被摒弃 在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公众卫生局表示 仅在过去的一周中 该国重症监控室人数就增加了18% 新的变异毒株导致的感染病例 给医院服务的能力带来了负担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姆表示 变异毒株正使更多的年轻人患病 并使更多的人需要在医院重症监控室治疗 谭姆还表示 截至目前已经发现了超过1.5万个变异毒株 引起的病例 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英国发现的变异毒株病例 加拿大总理近日也在新闻发布会强调 该国新冠疫情形势严峻 他向年轻人发出明确的呼吁 督促他们待在家中 因为年轻人目前已经成为一感染群体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工程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